這間從事最辛苦的漁民朋友們能夠有最大的獲利 那我想這一天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也感謝這12家餐廳的配合 配合我們接下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來宣傳 接下來這個月我想也呼籲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夠踴躍的參與 而且剛剛也提到了我們的最大獎是現在最行的人 大家都要反對的iPhone 6S 所以說也期待大家能夠多多整理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希望所有的媒體、記者朋友 我想多多幫我們宣傳 也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主持人的註辭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不及待用的話來欣賞一下 我們12家嚴選的海味餐廳 他們所呈現的創意海味料理到底有哪些 來首先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 海鮮國際大飯店的 楊明珍師篡主廚 掌聲歡迎楊主廚 歡迎楊主廚 歡迎楊主廚上台 哇這個沒有空派的海味料理是什麼呢 是數字海食斑 我們在數字的海食斑呢 是一道新鮮簡單的清蒸料理 我們主廚呢選用高雄在地的新鮮石斑魚 再利用必然新鮮的香料 還有肚子喔 一同真主 六十細麗 口感非常的Q彈 然後是我們高雄海味魅力的代表 我們接下來上場的是我們 韓宣高雄商旅的 師傲古經理 歡迎楊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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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家展示的這道料理是 是乾煎海食斑 趁海蝦朵清冰油醋 我們這道料理呢 是將清鮮的 食斑魚與胡椒鹽調味之夠呢 煎到熟 然後呢 再佐以煮足特調的 香冰油醋醬汁 搭配肉質細緻 鮮味十足的烤蝦 是一道鮮美的海椒料理喔 而且聽說要吃這道料理呢 隨餐喔 歡迎楊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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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的巡經理 再來我們上場的是 漢南大飯店 胡緣台菜 海鮮菜店的 副主廚 掌聲歡迎楊瑞 楊副主廚 來我們楊副主廚呢 為大家展示的這道料理是 黑金蒜真石斑 來 雲金蒜呢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的 黑松露 由於營養成分及口感都非常棒 至於呢 我們的楊副主廚呢 利用黑蒜 花硝的自然酸甜味喔 搭配石斑 讓花硝的蝙鮮 還有石斑的鮮味 焦龍鋪層 刺光 或者香氣 非常謝謝楊瑞 楊副主廚 感謝 謝謝 謝謝 繼續呢 登場的是我們 城市商旅 高雄之愛館 歡迎光燈貝副理 轉身歡迎 來我們幫助理呢 為大家帶來的這道料理是 百花珠貝香帆玉 百花珠貝香帆玉 這道料理包含了 虱目魚 紅喜菇 山藥 繁麗貝 我們知道虱目魚 不但味道鮮肥 而且營養效益很高喔 含有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和人體所必須的胺基酸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想念 非常謝謝幫助理 謝謝 繼續呢 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參加蒜子麵 以及海鮮菜皮的 藍井昌 副主廚物 掌聲歡迎藍副主廚物 來為大家介紹這道料理是 蒜酥濕木魚肚 我們的蒜酥濕木魚肚呢 是用濕木魚來入菜喔 這個濕木魚可以說是百搭的魚種 幾乎怎麼料理都是個 尤其是美麗絲濕的魚肚 大家說好不好吃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濕木魚 哪裏最棒 永安跟米頭的濕木魚都非常的棒 而且我們的濕木魚肚呢 是精華呢 用蒜酥來做的話是香柚酥 非常鮮甜 非常謝謝我們的藍井昌副主廚 謝謝 再來為他介紹的是我們 隔壁海鮮餐廳的陳志遠副主廚 掌聲歡迎陳副主廚 來 我們的陳副主廚為大家帶來這道料理是 樹子蔥油蒸鮮魚 我們的樹子蔥油蒸鮮魚 這道料理呢是用樹子的乾鹹 帶出魚的鮮嫩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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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出魚的鮮嫩滋味的香氣氣 來聽音效的聲響 一定要知道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非常謝謝我們的陳副主廚 謝謝 繼續呢 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 炫耀鮮魚專賣店的 王明傑基助長 或者是歡迎王基助長 帶出這道料理叫做幸福168 吃了聽說之後就會幸福齁 來我們的幸福168呢 是用天然鮮魚的野生鮮魚 從魚長鮮撈、倉鮮到加工 都在零下60度C 超級冷凍喔 所以呢 可以讓大家享受到 海洋道餐桌的美味 謝謝 繼續登場的是我們 校團日本大便 歡迎呂鴻駿君臨 歡迎呂駿君臨 為大家介紹的 帶我們是 魷魚一夜干 我們的魷魚一夜干呢 使用最快速的速度 激出冷凍 為來之後呢 在低風下經過非常細細的解剖 洗淨加工保留住 魷魚的美味和鮮度 魷魚的營養長期非常高 有肚飽和脂肪酸 還有增速B12吃 非常適合大朋友 和小朋友 和家人品嘗的美味料理 非常謝謝 謝謝我們的呂經理 繼續登場的是我們 中央日本料理店的 呂秀鵝店長 請歡迎呂秀鵝店長 為大家介紹 秋冬魚主 我們秋冬魚每年9月到11月 是盛產期 為了推廣高雄 陽平國際最肥美的秋冬魚 所以呢 我們中央日本料理店 推介最到秋冬魚主 將青冬魚的美味 蜂蜂的淚秀鵝 謝謝 再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國二總司店的店長 歡迎陳嘉芹 陳店長 請請歡迎陳店長 請請請請請請請 陳店長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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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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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秋高鱼洋梨水晶洞 秋高鱼洋梨水晶洞呢 是用了我们秋高鱼和洋梨来做的一个洞品 那我们VPG House呢 用高雄的鱼 秋高鱼 由鱼拭木鱼拭袭入菜 结合台式日式西式商访的六里手法 推出五宝叶的朝鲜道理 也是风味 大家一定要品尝哦 非常謝謝我們在HPJ House 再來呢 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音樂和畫室相親餐廳 展現餐廳我們音樂和畫室相親美麗 謝謝 為大家介紹的是和風無毒蝦山 來自我們高雄小懶人花園的無毒蝦 搭配主廚最經典的和風漢油醬汁 蝦子最原始的新甜 還有脆度完全完美的被摻拖出來 吃起來非常清爽 大家一定要吃齁 到目前為止大家有沒有覺得每道料理都很讚 真的都很讚對不對 所以大家待會一定要把我的機會好好的來品嘗一下 好的 非常謝謝我們這次參與我們這個海味料理餐廳的所有的餐廳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今天的中頭戲 要邀請我們現場的展開的貴賓 我們一同上台來進行高雄海味熊對味的起用儀式 高雄海味的小魚騎 那我們的左手比個讚喔 那這樣讓我們媒體朋友先取個鏡頭拍照一下 好 我們右手舉起小魚騎 左手比個讚喔 我們高雄海味熊對味 隔雄海味熊對味就是讚 耶 掌聲鼓勵 謝謝 那我們待會呢 主持人會跟現場的朋友一起倒數321 同時會說隔雄海味熊對味 就請我們在台上的所有貴賓 將您手上的小魚騎插到我們海味料理號的船頭上 高雄海味熊對味 準備好了嗎 好 來 現場朋友跟主持人一起倒數321 321 高雄海味熊對味 請我們所有的冰冰的長官 將你的小魚騎插到我們海味料理號的船頭上 象徵我們高雄世界廣陽區 將與高雄市在地優惠店家 在同一艘船上攜手力挺高雄在地海味 為我們的市民朋友 還有全台灣的朋友 帶來在地新鮮美味的高雄海味料理 謝謝 市長朋友請掌聲鼓勵 我們高雄有最棒的宣傳品 沒有在場吃的海味料理 歡迎大家到我們高雄海味餐廳 品嘗安全美味優雞湯的海味料理喔 也請大家以行動來支持 並且立體我們高雄的旅業 同學別忘記到我們高雄海味餐廳 來吃海味料理 還有機會可以抽到最棒的安鳳6S 以及下午茶的餐券 海味無保陸菜 那12家高雄最知名的餐廳 大家一起合作 其實是把高雄最具有競爭力的五項魚產品 包含我們的鮪魚、魷魚、秋刀魚、私木魚跟石斑魚 其實結合這一個魚產品的競爭力 跟我們所有的餐飲飯店業者合作 讓我們具有競爭力的水產品 不是只有賣魚貨而已 而是跟相關的服務業結合在一起 跟觀光結合在一起 跟餐飲飯店結合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推出了這個海味無保最多 跟12家這個餐廳來聯合來行銷 那只要未來這一個月 到這12家餐廳去點這個相關的菜色 集張集滿三個張 就有機會抽到這個iPhone6S這樣的一個手機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具有意義 我們當然不只跟餐飲業者來結合 我們也跟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來結合 讓高雄的鮮食 能夠透過便利商店的這個通路 行銷到全台灣 那我們也跟這個相關 不管是餐飲或者是相關的這個業者 讓產品的附加價值提高 去打造高雄的這個伴手禮 跟所有的服務業跟伴手禮跟觀光結合 讓餐飲的整個生產鏈價值鏈更完整 創造更多的價值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活動 最主要的目的 那也歡迎所有的這個市民朋友 共襄盛舉 來給我們的高雄海味五寶 加油打氣品嘗美食 我們在去年的統計 其實單單漁獲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高雄很多人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以為高雄是一個工業的城市 但是有一個這個數字是 其實我們單單從去年的統計 我們的漁產品是81萬公噸 這個佔全台灣的產量都已經超過一半了 到達58%這樣的一個比率 那就產值上面來講的話 去年也有338億的產值 那佔全台灣漁產品的這個產值超過32% 所以其實高雄是這個全台灣最大的 產值最高 產量最高的這個漁產品的首都 那我們當然要把這樣的一個 隨產品的這個競爭力 把它發揚到跟其他的這個服務業餐飲 我們觀光相結合 然後來創造更多的這個附加的價值 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要推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那今天特別舉辦這個高雄海味料理的 聯合行銷記者會 那我們嚴選出 精選出這樣的12家這個優秀的餐廳 然後在這樣的未來的一個月 然後利用我們的高雄五寶 然後能夠來入菜 那推廣我們這樣的一個整個在地高雄優質的這些漁產品 那我想整個高雄市漁業的首都啦 整個產值的部分跟產量的部分都是全國第一名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行銷的記者會 然後把我們這樣的一個優秀的這樣的水產品 推廣對於市民朋友跟全國的這些朋友們 那也希望未來這一個月只要市民朋友 到這時要參加進去用餐 點我們的這些高雄五寶的海味料理 然後就是可以有機會集滿三個抽章 那就會有機會抽到我們的iPhone 6s 那希望所以說 呼籲歡迎各位市民人 多多共襄盛舉 然後共同來參與這次的活動 高雄海味 最中味 謝謝 我想不管是透過我們海洋局的官網 然後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相關這些餐廳的這些 這些我們都會放置這些 一些DM海報這樣的宣傳管道 呼籲透過各種方式 都來行銷我們這次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OK 謝謝 謝謝 我們是漢海飯店 我們今天推薦三道料理 一道是古早味石井 一個是飄香油魚根 一個是黑金蒜蒸石斑 黑金蒜是用那個發酵的 自然發酵的蒜頭 大概發酵三個月 它是有台灣的黑松露之稱 營養價值蠻高的 這個黑色就是 對對對 黑金蒜 黑蒜頭 營養價值很高的 它發配那個 我們在地的石斑魚 用南瓜底這樣 下去千針 這個魚根裡面有什麼產品 這個古早味石井是 我們融合 將近十道的料理 譬如說 它有鮪魚肉 虱目魚丸 還有鮮筍 紅蘿蔔白蘿蔔 這幾道 把它融合在一起 結合那個 熬煮的時間 讓它那個味道 完全融入那個 菜油裡面 它有那個 濃郁的那個口感 跟那個 肉的鮮甜 還有那個 海鮮的鮮味 都融入在一起 是一個比較懷舊的 古早味料理 古早味 古早味就是 我們以前 像我們在宴禧辦桌的時候 都有一些 像 把一些 一些菜油都融合在一起 煮在一起這樣 結合那個味道 就 產生一種 比較特別的 那個鮮味 跟那個 特殊的口味 我們是 HAPPY J House 我們位於 我們位於那個 富濃路 82號 富濃路跟南平路口 那個附近 然後我們那個 配合高雄市 海洋局 推出高雄海味 然後五寶宴 然後 首先這一道是 秋刀魚水晶洞 我是用紅酒鯉 紅酒羊鯉 跟秋刀魚 把它變成菲利 然後去 巴 魚刺 還有跟梅子做一個結合 然後 第二道這道是 那個 也是冷菜 四牧魚 四牧魚 牧師 然後我們是 把四牧魚打成薑 然後 跟蛋白還有鮮奶油下去 一起過濾 過濾完之後 然後中間 把那個是 魷魚煎香之後 然後再把四牧魚 漿灌進去 灌進去之後 然後再塞那個 玉米筍 還好 還好 你沒來講是ok的 對啊還好 然後我們 還有呢 我們第三道是 炙燒鮪魚 炙燒鮪魚燉飯 我們 我們採用那個 新鮮的鮪魚 每天早上就是去 高雄前鎮魚港 採購的鮪魚 然後 下去做一個 很簡單的 就是鹽炙燒 然後再做那個 燉飯 這樣子 然後燉飯是用那個 義大利米下去做的 什麼燉飯 這個是那個 南瓜 南瓜濃湯跟那個 魷魚捲 我們魷魚刻花之後 煎香過 煎香 然後再自己 配合我們那個 也是高雄 那個 呃 對 在地生產的那個 南瓜下去炒 然後自己做的 熬成湯 就對了 然後做一個這個呈現 然後最後一道是 鮮貝 石斑盤 我們 這個很鮮 對 對 然後這個也是那個 早上 早上凌晨2點3點去 前鎮魚港採購的牛奶格 跟那個大石斑 下去做成菲力 然後取成菲力 然後在那個燉煮而成 然後是用老母雞湯下去熬的 對 牛奶杯 那個 那個是他本身的色澤 對對對 那個我們 那個 用雞湯下去熬煮 跟石斑 一起 嗯 我們是那個 河邊 河邊海鮮餐廳 那我們 今年所推出的是 高雄在地海洋五寶 那首先我要介紹的是 鮪魚 鮪魚 鮪魚香腸 糯米糕 這是 這是我們高雄十大伴手禮之一 黑鮪魚香腸 那我們 今天 把那個黑鮪魚香腸 跟我們的米糕 做一個結合 入菜 然後接下來 要介紹的是 我用 高雄永安石斑魚 樹脂清蒸石斑魚 這是高雄永安的石斑魚 然後用 用樹脂 用美容的樹脂 然後清蒸 清蒸 然後最後再淋上 油 蔥絲叫油 結合 那接下來 會介紹的是 鮑魚發財鴨 鮑魚發財鴨 那是我們 今年所推出的 薇牙菜色 新菜色 新菜色 那是結合 我們那個 手工私木魚丸 那是手工私木丸 然後跟 跟那個 發財鴨做一個結合 熬出不一樣的湯頭 然後 那接下來這是 那個 橘烤生蠔 這是我們 也是我們公司 今年要推的 薇牙之一的菜色 還有 在地那個 東石的生蠔 東石的生蠔 然後就是 接下來也是 金猴報喜 紅運袍 今天是猴年 金猴報喜 紅運袍 然後 這也是我們今年 薇牙要新推出的 一個菜色 那它裡面也是有那個 魷魚 也是一樣 高雄在地 五寶之一 希望大家到 河邊 來跟我們共襄盛情 謝謝 好 我們這邊是 韓宣國際大飯店 我是行銷企劃部經理 我姓師 我叫木福 那今天為你們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 韓宣的海洋五寶的料理 那首先第一道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樹脂海石斑 那 大家都知道 高雄的龍板石斑 其實最有名的 然後它的特質就是 它有豐富的膠質 然後再加上它的肉質 是比較Q彈的 所以我們的師傅呢 就有把它切了一個 厚片的方式 然後用樹脂下去 用清蒸的方式 可以吃出 魚的一個鮮甜 那同時可以吃出 它的膠質的那個豐厚 那算是一個 養顏美容的一道料理 然後再來就是 石斑的部分 也是我們的高雄特色的魚種嘛 那石斑的話 其實最能夠吃出它的原味 就是乾煎的方式 能夠讓它煎 它的表皮會酥脆 但它的肉質是滑嫩的 對 然後就是石斑的 那個濕木魚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魷魚的方式 就是用三杯 那比較是屬於台式的口味 然後因為對於海鮮的 用三杯的方式 比較少見 所以我們也師傅 用海鮮的方式 來做三杯的料理 然後再來這一道就是 比較特別的是 梅子秋刀魚 它是屬於日式的料理手法 那它的手續會比較麻煩一點 它是要先把秋刀魚 再利用梅子 然後裡面的特殊昆布的一個醬汁 下去做浸泡 浸泡久了之後呢 再去做微煮的動作 然後煮到很透 連那個秋刀魚的骨頭都變軟了 都可以直接吃進去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是酸酸甜甜的一個口感 所以它比較特別 然後它吃涼拌的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海鮮 就是我們生魚片的部分 那這個大家就是要 來高雄就要吃生魚片 然後再來另外這一道 就是乾煎海石斑 襯海蝦佐香檳油醋 那這個就比較是西式的料理手法 那也是要吃那個 石斑的魚肉的一個原味 然後用簡單的一個 香檳油醋去襯托它的一個口感這樣子 歡迎所有的高雄市民 或者是外縣市的朋友 可以來到高雄寒旋國際大飯店的 40樓觀海鮮來品嘗這個海鮮的五寶 那同時呢只要有收集三個搓張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抽大獎